究竟大家的火爆位在哪裏? 是,最主要我們都覺得政府在推行一些地區的設施的時候 尤其是這些義務設施的時候 就是沒有去尊重地區的意見 第一就是,第二就是對於政府的有時的信任度 我們都覺得很難去相信它 因為那些官員就好像流水一樣 這一屆我們跟黃錦鑫談,或者跟林鄭談 譬如我們上一屆跟邱騰華、潘傑談一些處理的問題等等 換了官員之後,可能就已經是另一個世界了 正等於昨天司長來條門區議會 我們都說,你叫我們怎麼相信你? 你們之前那些都是官來的 那些都是很高級的,局長來的 說完的話,接著到下一屆政府就完全忘記了 我們就經常覺得,你這個政府如果是這樣的態度的話 地區的反響是會很大的 另一件事,昨天給我看到,就是司長來條門 其實都不是說是有心去聽我們地區的訴求的 好像在他來到的時候,我們在大堂那裡有一個請願 司長就去了第一個請願的部份之後 其他那些都不去接信 那我就覺得,來到這裡 就看到有這麼多居民在這裡請願 司長可能會覺得很難 很難之後就卻報了 那如果司長昨天承諾了我們要做的事情 到時候遇到一些地區的一些的 可能另一些聲音的時候 那司長可能都會說 啊,很難了,我卻報了,我不去了 那我覺得是令人擔憂的 你今天就叫我們信你政府 而靜靜就看到,司長昨天下你條門 就已經是給我們一個不是很好的一個印象了 就知道了